白玉堂那双背摇开了 身形转动 压在流星闪恋一般 干净利落 确实有独到之处 欧阳春那就更甭提了 但是北侠 到了现在给白玉堂还留着情分 没下死手 他要看看白老五究竟有多大的能力 你呀都走了走了 我看看 所以欧阳春也没有急于要把他赢了 用招露他的招 一边打着一边偷眼光看 五十多个回合 欧阳春一看 嗯 罢了 也就这两下子 精华全抖了个不得零 有很多招都翻了头了 好嘞 欧阳春一想怎么办 要说我一掌把白玉堂打个跟头 一腿把他踢个趴虎 太绝情了 自虚你无人 不虚我无意 但是不给他一下子没完呢 欧阳春一想怎么办呢 要了 老头子想好了 头眼这么一看 白玉堂正好望给他进攻 这一招叫紧八招 又叫八步赶铲 啪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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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上头是双掌 底下是两腿 劈雷闪链 奔北下就来了 欧阳春赶紧使了个黄龙大转身 啪 你看他 真灵巧 低溜一转身 正好躲到白玉堂身后 白五爷一脚就登空了 还没等白玉堂把身子转过来 欧阳春就下了手 伸出俩手指头 对准了白玉堂的穴道 就戳了一下 这玩意就点穴呀 没有特殊的能力 拿回 欧阳春嘴里还说了一句 兄的 听哥哥话 别动了 说个别动了 手指头就粘上了 啪 给戳上了 白玉堂真没吃过这魁 脚也落了地 腿也伸出去了 就脚的身上 嗖了一声 按现在的词说 像串电一样 当时动不了地方 瞪着眼 张着嘴 扬着手 抬着腿 和这姿势 这难受就崩堤了 心里他明白 扁血 可老百姓他不懂 方向方向 好几百人看着呢 大伙一瞅 怎么事 怎么白玉堂不懂啊 呢 有那么两个人 还装内行呢 这是亲哥俩 这哥哥 就说他兄弟 就呢 看见没 看什么 你看人家这哥俩多好 打着打着 人家哥哥一说 别动 人家兄弟 当时就不动了 往后我说 你能这样 也背不住能这样 人家哥 连动都不动了 他不明白怎么回事 而且老百姓 议论赞不说 单表欧阳春 没让白玉堂 待的时间长啊 这滋味不好受啊 按钟表来说 顶多一个小时 一两分钟 欧阳春迈不过去 伸出大手 一摁他这个穴道 血就活了 这一活了 人就可以动了 他往前微微一推 兄弟 真听话 拉倒吧 动什么 嘿 登登登登登登 对 白玉堂往前 抢了五六步 这才站住 啊 牛项回头 看着欧阳春 白五爷那脸是辣 扎黄啊 心登登登直掉 明白了 什么原因 比欧阳春 差的太多 不服刑 那不是差的一点半点 欧阳春 玩笑之间就把自己赢了 如果两个人是仇敌 得到什么程度 白玉堂你别看骄傲 这人有一点好 服人 你真把他赢了 真比他强 他真服你 咱举个例子说 南侠斩兄费 他们两个人多大的劲 他一百二十个看不起展南侠 结果后来 他是心服口服 从心里望外 认为展南侠比他高 他也虚心向人家学 这欧阳春他没会过 今儿会完的 心里都有说的 比南侠高得多 这种人你不服刑 白老五心如刀脚一般 我是自讨无趣 人前丢仇 但是不服刑 白玉堂也不像刚才那么精神了 劲儿也没了 把汗擦擦 来到欧阳春面前 老哥哥 好好好 我今天算开了眼了 长了见识 老哥哥 青山不老 路水长流 他年相见 咱们后会有期 您呢 有什么事 办什么事 我 回东京交差 白玉堂 回屋 说着话 分人群 进了屋 老百姓轰然散去 咱且不说 单表白玉堂 回到自己的屋里头 一拳击暗 嘿 恨我能揍自己一阵嘴巴 心想说什么叫搬砖大脚面 凡小能够捉 我就是 话无不成 凡泪击全 我是个什么东西 我是个 这不是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看来我四哥说对了 我怎么就没听 讲错的 这话 现在是注意回不及 白玉堂一想 这样回到东京 我怎么交代 发尚说 在皇上和包的人面前 没法交代 当我抓人 我没抓来 往下说 叫人家笑吊 曹牙 白玉堂越想 心路越窄 坐在那低头不语 白佛呢 给拧了个手筋把 拿上来 喂 你擦擦脸子 嗯 白佛 你给我烧点水 这只我口渴 不 水都漆好了 这水我不喝 你亲自再去烧 烧得滚开滚开 好好给我漆壶验茶 快去 他都漆上了 你还叫我烧 快去 哎哎啊 白佛一看 跟人家没能的 跟我有本领 烧烧去吧 退出去 白玉堂站起来 把门关上 越想 心路是越窄 没活的余地 干脆 死了吧 你看白玉堂这族人 也想到死了 他把白佛支走了 八千桌 往地中央一放 抬头看看 有房梁 白武爷一横心 把狮子盼解下来 挽了个套 又搬了把腾 把他上去了 到里面连犹豫 他都没犹豫 哎呦 把这脑袋 就塞这套里 您说这上吊 这玩意 谁发明的 咱们不清楚 自从有这么一行之后 不少人死在 这绳套之下 多么大的英雄 只要把脖子 往上一挂 想下来 还下不来了 后悔也不行 只要这脖子一雷 手抛脚灯 摘都摘不下来 白羽堂 那个脑袋 刚塞在里头 上舍了 把白武爷 伸得一闪 好像没摔起来 啊 谁说上这么舍了 回头观看 欧阳春站在身后 兄弟 就这么大能的 啊 呵 吴鼠弟兄真不含糊 学会上吊了 哎呦 白武爷这脸还红的 老哥哥 我对不起你 我没一脸见人了 哎呦 兄弟 听哥哥的话的 咱们弟兄算什么呢 谁输谁赢 算什么 栽根头啊 啊 咱们谈谈正事 你不说是公家 要找我去吗 大理寺会六堂 把我咬出来了 咱们谈谈正事 看看这个官司 我欧阳春 怎样可打法 到了现在 他对欧阳春 是心夫 口夫 外带 佩服 这才叫五体投地呢 哥儿两个到了屋 重新落座 白府也进来 把水烧好了 一边喝着 一边谈 欧阳春 欧阳春就说 兄弟 我说是说 咱们办事办 我绝不叫你为难 你不是奉旨抓我吗 我跟着你去 但是 今儿个这事 你弄得很不好 让很多人都看着笑话 老哥哥 我这么跟你一走 我也有点栽根头 咱这么办 我为你 你也得为我 我想着 一举两全之策 哥哥 你说吧 怎么的我都答应 欧阳春说 这么办 咱们别在杭州 挪个地点 我现在就起身 赶问墨花村 你呢 上墨花村去 请我去 咱们找出几位中间人来 像丁照兰了 丁照会了 其他人等等 给哥哥我留个面 表面上 你是请我 我跟着你走的 总比这抓差办案 好听得多 将来 我还要创当江湖 你说我这小名丢了 人钱我怎么抬头呢 我呢 也成全了兄弟你 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啊 好 老哥哥 就依您之间 咱们墨花村不见不散 我一定带着八台礼 去请哥哥 不 一二礼也不用带 我在那儿拱后你 咱们办正事 现在我就告辞 哥两个共同吃完晚饭 欧阳春起身走了 白玉堂啊 就把最近两天的事情 进行了个小结 还是后悔的不得了 欧阳春走了两天之后 他也收拾收拾东西 起身 赶奔 墨花村 等来到这儿一叫门 有人道里就通报 丁大侠 丁二侠 都接出来了 哥两个都听着了 因为欧阳春先到的嘛 所以哥俩一边一个 把白玉堂接进代客厅 白五爷坐下 抠打 海生 这哥俩就问 五弟啊 我们可听着一点消息 说是你这次出京抓柴办案 来抓老哥哥欧阳春 哎哟 二位仁兄 别问了 溃杀人也 丁兆会就问他 老五啊 什么事 你这么海生叹奇 别提了 我不是个人 我自己啊 竟往死胡同里走 我栽了大根头了 白玉堂这人就这口好 不说瞎话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露脸的事情 自己也不瞒着 丢人的事 也不藏着 就把如何性交气傲 理直气壮来抓北侠 怎么让北侠把他赢了 怎么见不得人 要悬梁上吊 老哥哥怎么救的自己 俩人怎么讲的 把经过讲了一遍 兵士双侠听完了 哈哈大笑 五弟 高 高啊 人是应该这样 知错必改 乃为俊杰 不能一条道跑得黑啊 老五 你要认识到这一点 将来 你前途不可限量 老哥哥跟我们都讲了 你看看这是谁 说着话 把礼物门开开 欧阳春带我出来 这是俗人 不必说了 在欧阳春的身后 还有两个人 头一个 穿青挂躁 头上带 六楞抽口甩着嘎的软壮金 并插 八卦太极图的英雄男 周身穿青 遍体挂躁 腰里配着刀 小伙长得是白脸堂 贱眉虎 也是个尊棒人物 在后边跟个小孩 也穿着一身剑袖 英雄场 挂了一口小刀 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 虎鼻子虎眼的 又精神又好看 白玉堂对这两个人不认识 当时过那个欧阳春十万里 丁兆惠给介绍 说穿一身青这个人 也是当时的高人 贺妖狐 智华 这小孩是智华的徒弟 老哥哥欧阳春的干儿子 叫爱虎 白玉堂可听说过智华的名望了 阳雄爱阳雄 隔两个一见 一般人都比白玉堂岁数大 所以呢 白玉堂一掌胸相秤 最后把爱虎叫过来 给武叔磕头 这爱虎这小孩真聪明 早就听说过白玉堂的名望 那羡慕得不得了 在大人们说话的时候 他仰着小脸看着 那眼神不错 盯着白玉堂的脸 这一叫的行李 爱虎紧走几步 趴的地就磕头 武叔在上 小侄儿给武叔磕头 蹦蹦蹦蹦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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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拉的 白玉堂挺喜欢的 把爱虎拉到自己的身边 摸摸脸蛋 还被尖头 你叫什么名字 爱虎 老虎的虎 嗯 这名望起的好 真是虎头虎脑的 多大了 师父 哦 小能力了吗 小了 跟谁小的 跟我师父 东方侠 鹤妖湖 智华 哈哈哈哈 行 来来 爷们儿 练趟拳 我开开眼 我这两下 哪敢人钱献丑 智华说练练 你武叔是高人 能给你指点指点 那好吧 我说练就练 这爱虎 把衣服脱了 手指手指 就在大厅里头 走行门迈过 uncertainty 练了一趟纺花圈 哎 这个全练得干净利索 漂亮 白玉堂吃了一斤 他广认为是个孩子 也无非是像不像作笔成样 结果一看跟想法不一样 果然有独到之处 伸胳膊抬腿 掌上挂风 就这还不太了得 再过几年 经过名人的传授 那是了不起的英雄 看来厚生可悲 这就叫 长江水厚浪 催前浪 尘世上一辈新人 换旧人 白玉堂一高兴 在兜里头 拿出三十两银子 给了爱护 这叫见面礼 让孩子买双鞋唇 令拜白玉堂还说 哭啊 咱爷们头四相见 往后 有事情 只管找你武叔 有为难招宰之处 你尽管说话 武叔尽其所能 给你帮忙 记住了吗 多谢叔叔 我不求别的 在武叔方面 您多给我指点就行 好嘞 武叔会什么 交给你什么 您看看 这孩子能不招人喜欢吗 十八岁还妙抗呢 哪个喜欢呢 看来人没法比 丁道兰就招呼着 都是自己人 赶紧入席 摆了丰盛的酒宴 哥们团团围坐 就谈起正事 白玉堂啊 又详细的 把老马家马进中 怎样进京告语状 皇上怎样生气 大理寺会六堂 咱们审问的 尼帝祖和马强 把这经过讲了一遍 最后说 尼玛两家之爱 涉及到老哥哥欧阳春 皇上这才降旨 让老哥哥进京做人证 不管有没有罪 得去一趟 小弟呢 我奉旨而行 哦 大伙都明白了 白玉堂又说 根据我所知 老马家实力凶厚 这个基础 不可动摇 特别是马朝贤 在皇上的面前 说一不二 这个人 活动量还相当之难 跟满朝文武 一半的权贵都结实 看来这个官司 不太好打呀 究竟你的人 这官司能胜 还是能败 很难预料 置画 不住的点头 吴迪啊 要这么说 老哥哥进京打官司 非吃亏不可 那不见得 有我们哥们弟兄 暗中保护 老哥哥不一定吃亏 这话说 这话不能这么说 你们保护 是私下的事 人家打官司 是公开的事 一旦给老哥哥要判了罪 你说这个事冤枉不冤枉 大伙一听 智华说的不是没道理 全都赞了心了 这韭菜 也吃不下去了 欧阳春 表现得无所谓 哈哈哈哈 各位啊 把心放下 游离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清 我就不相信 是非颠倒的那么厉害 我欧阳春 问心无愧 我帮着杭州太守 尼济祖 我们做了件好事 他怎么就能说 做了坏事 老马就有一告 我们有一诉 是真假不了 是假 他真不了 咱们退一步说 即使我欧阳春 为这件事情 蒙冤受屈 判了几年刑 嗯 我心里头 也是高兴的 我乐意打官司 我打官司 不乐意打 把脚一跺 我一走了之 他们到哪里去找我呀 大伙一听也对 人家欧阳春 不这么说 怎么说呀 但是智话 有智话的想法 不便当众名言 他们头一天 住在这儿 到了第二天 欧阳春高高兴兴 跟着白语堂 进京打官司去 丁召兰 丁召会 贺瑶胡志华 小英雄爱胡 一直送到码头 挥瑞而别 这为什么哭 这不是好事 如果欧阳春当了官去上任 或者有什么喜事 大伙不能这样 不管怎么说 这是打官司 尤其是小爱胡 看自己干爹走了 把抓柔肠 哇哇的爆掉